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阿弥陀佛 大家听我的声音 知道感冒还没全好 那当然 其实已经感冒一个多礼拜了 还没有全好就有想到 《说愿》这一部书 里面有一个单元叫敬慎 恭敬敬慎 人生病的时候 会加重就是因为快好的时候舒服了 就容易加重了 这一段话挺有味道的 因为我刚好在生病的过程想到这一段 供养给大家 这样病比较没有白身 要官待于换尘 当官的人 这个官越深越高了 但是这个 为民服务的心 有没有因此而减少了 病加于烧玉 病在什么时候会加重呢 快要好的时候 掉以轻心了 承得就是觉得好很多了 那医生又交代 你只要把窗户都关好 不要有风啊 是可以洗澡的 是可以洗澡的 结果 我继续洗澡了 洗澡完就受寒了 因为这是几天前 医生的指示 但是那一天下了雨 天气变凉了 你体质还没有完全恢复 那个降几度还是很有影响的 所以你不能说身体全部交给医生 因为情况都在变 你自己也要有判断的能力 了解自己的状况 了解现在天气这些温度的状况 老和尚说面对境界要清楚 生病的时候 面对境界也要清楚才行 病加于烧欲 稍微痊愈的时候 不能掉以轻心 祸生于泄斗 灾祸生于懈怠了 懒惰了 慢慢就变成灾祸了 孝衰于妻子 孝心啊 因为娶了有了子女了 慢慢衰退了 其实真为妻子儿女好啊 这个孝应该要不断增长 给他们做榜样啊 给他们积福报啊 要有真不能减啊 所以圣中如实啊 我们往往一开始的时候 比较谨慎 比较用功 慢慢慢慢就衰退了 诗经说的 米不有粗啊 显客有钟 所以这个谨慎 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不能掉以轻心 佛门也说啊 初发心 成佛有余 一开始发心了 但是要一直谨慎 互念好他 不然他就不知不觉就退转了 看自己 保护自己身体不谨慎 一真 一切真 一旺 一切旺 保护身体不谨慎 自己保护自己的道心 也是衰退了 这个初发心啊 没以前勇猛啊 当然 亡者已已啊 来者可追了 这个初发心不只要保持好啊 还要再提升 我们下一次见面啊 就是明年了 所以 这个 心怜心希望啊 对我自己啊 期许啊 这个 要保持初发心啊 不能误了自己啊 无量节来 稀有难逢的因缘啊 对得起自己啊 也要对得起佛菩萨 对得起老和尚 对得起爱护 信任 支持我们的人 支持我们的人 好 那上一次我们谈到了 物产妇啊 物交平 虽然这是地址柜上的教诲啊 其实我们 冷静来观察 这很可能都是啊 我们 我们与生带来的习气 我们 我们重视他了 才肯去对峙他 用在自己身上 用在自己身上 当然也要变成家规 那 上有好者 下必圣烟啊 你当父母的人 产妇交平啊 那孩子会更严重了 我们 这一句是 富贫的问题 再延伸开来 还有 地位的问题 学历的问题 都应该 懂得 尊重一切人啊 不能起这些 高下见 不然 我们自己 我们的孩子 甚至我们的学生 就会用不平等的心啊 在对待他人啊 那他们跟 道啊 就越离越远了 所以我们读诵 《无量寿经》啊 是 清静平等绝啊 这个是带得走的 这个是带得走的 身外之物啊 都是带不走的 其实最可贵的 其实最可贵的就是 真心啊 不断的能够透出来 这是一个人人生啊 最真实的价值啊 清静平等绝的心 真心啊 能常常献钱啊 他所做的事就是功德事啊 不能献钱啊 那他再有钱 再有地位 干的都是轮回业啊 好 好 所以当我们看到孩子 学生 对人产生 这种分别见 瞧不起人啊 要抓住这个机会点 懂得理敬一切人 理敬诸佛啊 这个才跟普贤行相应了 而事实上 小孩的心啊 其实很敏锐的 他是受我们后天影响 越来越严重之后啊 他这个天真善良啊 被蒙蔽了 不然他们这种感觉的能力很强 什么是对 什么是不对啊 他们能感觉到 我记得我教书的时候 同学们读《诸子自家格言》 都还没讲解啊 很奇怪 他们念到其中两句的时候啊 声音就高八度起来了 哪两句呢 见富贵而生产荣者 最可耻 那个最可耻啊 高八度了 欲贫穷而作交太者 见陌生 每次到这两句的时候就高八度了 我都没有解释啊 你看 他们就最见不得这样的行为出来了 所以你说小孩子他感受不到这样的行为 不妥当吗 而我们见到富贵人呢 我们要知道人家为什么富贵啊 什么事不离因果啊 所以应该是更懂得财布师才能得财富嘛 我们去惨媚了不止不会更富贵啊 还会财富贵啊 还会财富贵啊 好 物交瓶 我们看这个古代 我小时候听说陈灵伴天下 信陈 信灵的人很多啊 后来又看到了凡世君说 莆田灵伺啊 有老母好善 常作粉团诗人啊 这个林哲徐先生啊 就是莆田灵伺的后代了 还有我们很熟悉的林决明先生 语期绝别书 也是林氏的后代 老和尚当时候有住过福建 当时候老和尚才十多岁而已啊 在福建建欧 老和尚就有观察到啊 每一次开榜啊 可能是公务员的榜啊 还无灵不开榜 都有林氏的后代上榜啊 为什么这一个家族这么有福报 他们的祖先你看 你看 林氏老母 敢面对这个贫穷的人 都是这么恭敬 来举了一个例子 有一个人每次拿六七个 老人家没有不高兴啊 还是欢欢喜喜给他了 后来这个人是咸鲜变的啦 吃了你那么多粉团 你们家后面有一块地 死后葬在这里啊 考上净士功名的有一身麻子之多 一身芝麻 哇 那个树就 树以千万计都有了 这个是物交平的殊胜果报 包含我们佛门也有这种公案 不能瞧不起没有钱的人啊 比方说好像是有个女子啊 她要来点灯了 但是她好像没钱了 好像被排斥了 后来呢 她自己把头发剪掉了 拿去卖 才拿了一点小灯来了 哇 其他的人很富贵啊 那灯都很大 拿来供佛了 结果突然一阵风吹过来啊 所有的灯都灭了 只有这个平旅的灯啊 没有灭啊 大家就很好奇了 它灯那么小的没有灭啊 佛说它是自成的心供的灯啊 所以这个大众 我们不能看它捐的多捐的少啊 产生大小眼了 那这个我们在扶持正法的因缘当中啊 是有福报的啊 有因缘的啊 不能我们还没有机会来做这个事啊 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假如大小眼对待人啊 那我们不就造罪业了吗 那明明积功累得便造罪业 那首先对不起自己啊 这太远了喔 再来也对不起信任我们的人啊 再来也对不起老和尚啊 会影响人家对老和尚的信任啊 你看这个老人家 我们感佩呢 真的是落实这个把普贤行啊 给我们表演出来的 礼敬诸佛啊 我记得每次到马来西亚 老和尚回去了 一定亲自啊 把这些服务的人员 不管是在厨房里面呢 还是负责卫生打扫啊 都是把他们请过来 然后都亲手啊 送礼物给每一个义工 表达对他们的感谢 老和尚的威望那么高啊 但是对任何人一点付出啊 老人家都是深的 内心都非常的感谢 没有视为啊 理所当然 在老和尚的身教啊 里面 有一个同修啊 就提到了 他观察到啊 老和尚年事见高了 好像坐上车啊 比较辛苦一点 他就设计了一块防滑的踏脚板 然后再做一个把手啊 方便老人家使用 有一天 老和尚要外出 用车了 当车停好了 他就把这个踏脚板呢 还有安装好这个把手 啊 站在车门旁边呢 观察 老和尚第一次使用的状况 看看这一套辅助 设施啊 设施啊 适不适合老人家 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那过了一会儿啊 老和尚要上车了 结果走到车门旁边呢 停下来看了一下 老和尚看到人家的付出了 然后就笑咪咪的望着他了 接着就伸出右手啊 跟这一位同修要握手 他说师父这个动作啊 他都懵了 他说以前看到老法师 与很多国家领导人握手的照片啊 老人家竟然要与我这个无名小卒握手 我连做梦啊都没想到 当我紧紧握着老人家的手的时候啊 那种感受啊不可言喻啊 眼睛不由自主啊就红了 我暗暗对自己说啊 我要更精进努力啊 我们看平等恭敬的德行啊 对人感动非常深啊 看着老人家稳稳的踏着脚踏板 手拉着心把手啊 比较轻松的上了车 我内心啊无比高兴 这是曾忘记居士啊 他回忆老人家的行仪 所以我们在佛门里面呢 真的要恭敬一切人 不管他在哪一个角色上 所以诸佛菩萨也在提醒我们这一点啊 我们看寒三十德 文殊普贤的化身啊 在哪里工作啊 在厨房啊 这个都是在对峙我们的分别心啊 这佛菩萨的表演啊 我们不能忽略掉了 那是表演给自己看的 忽略掉了 这个福报就折损掉了 我们身为中国人 云皇子孙福报够大的了 中国有四大名山了 四大菩萨常驻了 那他们的表演 我们要看得懂 包含老和尚的表演 我们要看得懂 这样我们才能配合老和尚的一代实教啊 哦 老人家这么教的 他的弟子也是这么做的 大家有信心呢 好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勿厌故 勿喜心 好 这个物质 人情啊 这个物质 人情啊 皆有心旧 喜心厌旧啊 就会造成 焦薄寡恩的风气 就人心变得不念旧了 不念恩了 我们自己检查检查 比方说从物质方面 东西旧了 我们是产生一种厌恶心 还是产生 哎呀 他陪我三年了 陪我五年了 挺感谢这个东西的 而且东西说实在的 跟人分不开 第一个可能是某个经纪朋友 送我的啦 再来 每一个东西啊 它能呈现在我们面前啊 那已经是甚至是好几个行业配合的 才能呈现在我们面前啊 一日之所需啊 百功施违备啊 一天里面可能就上百个行业了 服务我们 我们生活才是正常的了 才能运转 所以 我们用这些东西啊 要常念众生恩呢 这个东西也是众缘合合啊 我们也感谢他 那这样在用东西的时候 人心就会变得厚道了 包含对人 所以古人 神说了 与其结心交 叫交心的朋友啊 不如蹲就好 不如把旧朋友啊 蹲目的更加的 情深意厚 好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喔 交的新朋友多不多 不少吧 你看一个微信啊 一个line 哇 交了不少人啊 交朋友要不要花时间心血啊 要啊 包含敦伦净分 净我们的本分 要不要花时间跟心血 都要啊 我们把亲人照顾好 把朋友互念好啊 这个也是一种表法啊 我们的家庭可以表法 我们人际关系处事啊 比方说在单位里面的 君臣关系 同事关系 能表法 这个都是最大的供养 今天我们交了一堆朋友 我们这些本分呢 净不了了 那可能给人家是负面的影响啊 那我们看这个古人呢 在经典里面 比方说论语 威子第十八 周公交代他的儿子子晴 子晴要去做鲁国国君 因为周公要辅助成王啊 去不了 让儿子去鲁国上任 交代了什么事啊 周公为鲁公曰 君子不施其亲 不死大臣怨忽不已 故旧无大过则不弃啊 无求备于一人 我们来感受一下 其实这一句话贯穿的就是念旧恩啊 念旧情啊 很厚道的 就不要疏远自己的亲属 不要一气亲属 不施其亲 不死大臣 那大臣一定是 已经对这个国家奉献的不少了 哪怕他现在没有什么贡献呢 你也要顾及他曾经的贡献 不要让他觉得 哎呀 怎么都不用我了 那顾旧那是老朋友了 没有大的过失啊 不要一气这个朋友 顾旧无大过则不弃 无求备于一人 不要求全责备一个人 人的财性都有他的长短 你不能要求一个人方方面面都很完美 就苛求于人 都是不要刻薄 寡恩 要念旧 另外一句也是论语 好多部经典都提到这个重点 代表 代表 物厌固物喜心啊 在处世啊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 真子说的 君子赌于亲 责鸣 责鸣心于人 责鸣心于人 好 这个 顾旧不宜啊 责鸣不偷 你老朋友不宜弃啊 人不就不 这个 柯伯寡恩 所以连道家 有一个祖师 叫陈团 陈团老祖 他有一篇文章 陈希宜 陈希宜心象篇 专门在谈 怎样的 处世态度的人啊 有福报 其中就有谈到了 十谈念旧啊 富贵其宜啊 就是一个人谈话 都会念旧 这个人会富贵啊 会长寿啊 那个乙 乙养天年 那个乙啊 就会富贵长寿 所以 我们说福田新根 常常念旧的人就是念恩啊 念情义啊 历史当中 我们比较熟悉的 汉光五帝 刘秀 这个在历史当中啊 这个在历史当中啊 他 关键的战役啊 就是以少甚多啊 几乎是不可思议啊 甚至上天会 降下很奇特的 这个情况 然后让他放 然后让他打肾脏了 那这个刘秀啊 你看他登上皇帝了 他首先找谁啊 找他以前的老朋友 颜光 这个南洋的老朋友 很念旧 找他出来 共享富贵 这颜光不出来 但是你看天下人一看 哇我们这个皇帝这么念旧啊 人心向背啊 就在领导者的这种心境上 态度上啊 就很不一样了 好 我们再举大家熟悉的另外一个帝王 唐太宗 李世民先生 他刚登上天子位啊 都找一些很尊贵的 地位很高的这些 臣子啊 一起睡觉 结果当时候有一个臣子呢 留文静 看到这个情况啊 就劝唐太宗啊 他说到了 素习之情 素习就是过去啊 过去的这些情意啊 何可忘也啊 怎么可以忘了呢 这太宗啊 由是多接顾旧 就比较常找这些以前的老朋友啊 就比较常找这些以前的老朋友啊 来 有时候一起共踏 就是一起睡觉了 深谈啊 文静之言啊 刘文静先生的话呢 刘文静先生的话呢 岂不已啊 忘旧则亲则日书啊 一个帝王 忘了 这些故旧了 亲近的也会远离了 人家看了 心寒了 厌故喜心了 静故 你很尊敬这些老功臣的老朋友了 群情媚富了 大家看了感动啊 这个相心力就越来越强了 所以这个产富交平 物产富物交平 这个直接关系 一个团体啊 人心的相背了 所以很重要啊 天时不如地利啊 地利不如人和啊 那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了 那人和怎么达到呢 那这几个历史公案呢 就给我们启示了 我印象很深啊 我印象很深啊 初阶段 能接触到老上的时候啊 有时候 老人家都很关心我们弟子 比方说 到了香港 老人家都说了 来多久啊 我们就说几天 回哪里啊 有时候 有时候我会回高雄 有时候是回到任务的地方 有时候回家乡嘛 老他上只要听到我说回高雄啊 老他上只要听到我说回高雄啊 他一定每一次都会提 你帮我问候某某太太啊 我们当时候几十年前呢 他很扶持我们啊 每一次都会提 所以你看老人家非常念旧啊 后来老他上九十多岁了 我记得有一次 老他上说我要回香港 那当时候 可能 这些身边的护法弟子们 会方方面面考量一些情况 但老人家还是一直强调了要回香港 但也没有人问老他上 为什么要回香港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问老他上 老他上你为什么要回香港啊 老他上说啊 哇 香港那些老同修啊 我们当时候去弘法的时候多难啊 他们都一块钱两块钱这样 这样支持我们啊 老人家都念着 老人家对我们的恩德那么大 给我们法鲁生恩啊 但老人家 利益我们 他都没有放在心上 但是这些同修们的支持啊 他念念不忘啊 所以 所以 老人家确实是 很念旧 我又想起来 比方 曾经 有人送老他上东西 有人送老他上东西 包含 包含 老他上晚年 每一次回到台湾 一定都约他以前的同学 在南京中学的同学 哇 当时候一聚会啊 八十八 九十 九十二 还有比老他上大的 哇 那个 可以感觉到老他上特别怀念这些同学之情啊 我还刚好有跟一位小老他上几岁的长者 有交谈的时候啊 他就说 他印象当中的老他上就是 一下课就到图书馆读书了 我们都跑出去玩球啊 他都去读书了 我们读论语说 君子义以为职啊 君子最重要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情义啊 道义啊 黄念主老居士也说 无情不能修道 没有情义不能修道啊 对亲戚朋友都冷冰冰的 都不关心 这怎么修道啊 怎么众生无边事运度啊 当然情不空不能正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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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义啊也要放得下啊 要能够什么 要能够什么 同生极乐果 这个才圆满 互相牵挂了 都出不去了 当然明白真相了 只有了到生死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啊 那当然是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清倦勇团聚在极乐世界啊 法界逍遥遥了 就一起跟着阿弥陀佛一起度众生了 所以佛陀当时候离开家人呢 是为了彻底解决生死问题 彻底帮助家人了多生死轮回啊 这是佛修道的初心啊 好 那我们一提到这个 悟厌故悟喜心啊 东汉光武帝的时候 他的姐姐胡阳公主啊 丈夫去世了 结果胡阳公主就看上了一个大臣 叫宋侯 那就要光武帝替她说梅了 结果这个宋侯很有正气 很念旧啊 很念旧啊 给了光武帝两句话 平贱之交不可忘 平贱之交的朋友不能忘了 遭康之交不下躺 陪伴自己 这个便手知足 打拼过来的原配啊 这个不能忘了 这个不能忘了她的恩情 光武帝听了就知道 这个事啊 成不了了 所以这个宋侯是不攀权贵啊 是念旧的厚道君子啊 当然 光武帝的姐姐听完之后应该怎么样 应该很失望啊 应该很高兴 我的眼光不错 果然是很有修养的人啊 孔子在论语当中有交召我们 这个是子贡发问的 问孔子 平而无产 富而无交何如 我们刚刚前面经文是 物产富物交平 贫穷不产命 富贵不骄傲 这样的人德行如何啊 孔子说可以啊 挺不错的啦 但是啊 还比不上什么 魏弱 平而乐 贫穷 贫穷 但是乐道 安平乐道 富而好利 富贵啊 但是很有礼节 很尊重人 当然应该懂得尊重人 也会愿意去帮助人 所以我们处事 道德要不断提升 要能够平而乐 贫穷心还是没有埋怨 乐在道中 就像言回给我们的榜样 一单是一表影在露相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凯其乐 其实我们遇到念佛法门 应该很容易乐 因为这一生出得去了 夏连居老居士 真正了解念佛法门 高兴了好几天 我终于可以出去了 后来把书房改成欢喜灾了 我看你们都没有很高兴 你们不想出去说 我当然不是强迫大家 这个人是强迫不来的 无量寿经说 如是妙法信天文 因常念佛而生习 老阿上说的 遇到这个法门是中了佛门第一特奖 要中了第一特奖应该乐吧 身外之物都带不走 所以有也好 没有也好 不要太挂碍这些东西了 中了第一特奖 有这个佛可以念 可以做轮回来 已经赚翻了 没有什么好 在那里计较难过的 在那里计较能够尊重大众 爱护大众 能够在富贵的姻缘当中 做更大的贡献 利益更多的人 就像杜甫说的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批天下寒事据欢言 我们帮助更多人 学习圣教 承传圣教 弘扬圣教 我们从事教学工作 我个人是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 很有意义的事情 孟子也说 人生有三乐 其中一乐 得天下英才而交之 我们尽心尽力 培养厚敬 能造就人才者 天不能孤万 他不会孤独了 他经历在造就人才 他就能逃离满天下 刚好我们上个礼拜 有大马全国校长职工会 办着四天的教师培训营 地史规培训 负责的李津华校长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教的学生不少 比方说我们要去找某一间大学 谈合作 结果那个研究所所长 就是他的学生 结果他说 有一天 请了一个工人 来给他们家修理东西 结果那个人一进门 喊他 李老师 他说 你是哪一位啊 他说我以前是你的学生 你看当老师不错 修理东西 最起码都是最便宜的 甚至可以免费的 你可能教错了 你的学生在各行各业里面都有 而且尤其你那个做人做事 他记在心上 他可能在各行各业都在表法 所以教书的事业 非常有意义 这个不是钱多可以买得到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 人不闲 人不闲 物视角 人不安 物化老 人有短 切莫接 人有诗 切莫说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知 欲失免 阳人恶 即是恶 吉之胜 或且做 善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 道两窥 这一整段话 都跟言语有关 所以我们犯爱重 你爱护他人 跟口业很有关系 所以仁爱的心 落实在我们每天的一言一行当中 尤其言语一天次数相当相当多 好 好 这个人不闲 他人有事 忙得没有空闲的时候 就不要再找事 来搅扰他了 那人不安 对方身心很不安定 我们就不要再用言语干扰他了 物化老 人有短处 绝对不要 把他揭露出来 人有诗 别人有秘密 不想让人家知道 我们就不要说出来 道人善 就是赞美别人的善行 即是善 就等于自己行善 这个老阿上常说的 你随喜人家的功德 你的功德跟他一样 利比南老师也是教导了 见人友善 不嫉妒 要随喜 我们修行也要修 慈悲喜舍 喜庄严固 见修善者 无贤疾心 不嫉妒 行善的人 那 即是善 就等于我们也行善 那人知知欲失勉 对方 知道了 我们赞叹他 他会更加的勉励行善 那这个人知知呢 可以是你赞叹的人 知道了 他会很受鼓舞啊 也可以延伸到 所有听到赞叹的人 他也起而效法了 勉励自己也要去效法 这个人 就好像我们看到老和尚一直 赞叹海贤老和尚 那我们听了就 起而要效法 这个 海贤老和尚 工作不妨碍念佛 一句佛号念了92年了 包含老和尚还特别好像花了六个小时 将海贤老和尚的行仪 给我们宣讲出来 让我们能深入去效法 贤公老和尚 听说最近还有 这个动画都出来了 我们也是随喜 同修们 把海贤老和尚的故事做成动画 画得很好 大家多熏悉的时候 这个对净祖法们的信心也会不断增长 而且老和尚还公推 海贤老和尚为尽忠十四祖 因为他老人家不是自然 你看一句佛号念到底 成就这么高 给大家信心 老和尚把这个道仁善给我们表演出来了 老和尚的身教这部书 我们应该多深入 这是师父上人 他把经典 在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节目 表演出来 我们读完这部书 能感觉到老和尚怎么用普行行的 怎么用菩萨适得的 怎么落实弟子规的 比方 人不闲 物事脚 这是我们物禀法师 他记录下来的 老和尚在新加坡阶段 有一天 晚上 跟着老和尚到了居士岭 老和尚一直很有耐性的等待 要与李牧原居士商量事情 当时候李牧原居士忙上忙下 一直没有空坐下来谈话 老和尚很有耐性等了一两个钟头 李牧原居士 那李牧原居士才有空坐下来谈 那老和尚一点恼怒不耐烦的表情都没有 热情的与李牧原居士商量 这自己的弘法计划 那我们常说 木贤当木即心 那我们现在跟着老和尚学 要效法他老人家 从心上效法 老人家都是 但是时时时就替人家想 你看人家在忙 很辛苦了 所以就很耐性的在那里等了 所以我们 效法老和尚念念都是体恤别人 那看到这个公案 那成德也反思了 自己年龄慢慢长 自己在团体里面位置 也算比较高的了 有没有会变得都要给自己方便了 自己的事情都要排前面了 排第一了 还是能够多次设身处地 替人家考虑呢 或者能体恤别人的不容易呢 这一点假如自己不警觉性很高的来关照 那很可能就随着自己外在的这些年龄长了 或者身份地位比较高一点了 自己这种替人着想的心 有可能就不知不觉就退了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看有那个教授 我们看有那个教授 回忆跟老和尚的互动 提到他有点不好意思的跟老和尚讲 我只能了 可能只能多少时间来支持教学 老和尚说 你已经超出我的期待很多了 都不苛求于人 都是感谢对方的付出 不会因为身份地位高了 给人丝毫的压力 所以这个柔和直指设身德 这是我们要向老和尚学习的地方 包含刚刚提到 道仁善 即是善 这一点在老和尚的身教当中 也是物品法师回忆的 在1993年5月 师父上人在达拉斯佛教会 要讲弘一大师所编的晚情集 没有开奖前 跟当地在场的局势讲述 韩英馆长当年付持奖经的辛劳 没场地奖经 到处租场地 到后来才有华藏佛教图书馆 结果老和尚讲的过程 就有听到 底下居士感动的 在猝气的声音 听了很感动 当时当地有些居士 对韩馆长有些误解 听了师父的说明 大家无不对 韩馆长肃拦起敬 刚讲完 韩馆长刚好走进来讲他 每一个人都投以敬仰的目光 然后师父上人才正式身作讲经 这是一段没有记录的讲话 却让我印象深刻 其实这一段话 对我们处事非常非常重要 你看脑上都是念恩念旧 古人说了 相见异得好 久住难为人 刚开始见面清得不得了 三生有幸 一见如故 再待个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开始互相批评 久住不好相处 而 我们这几代人 传统文化是越来越忽略了 假如我们跟亲戚朋友相处 不能效法老和尚 都念恩了 不要记那些不好的 你说这家里面会没有纷争吗 团体里会没有人事纠纷吗 不容易 甚至于就是红法跟护法的这个因缘 就很短的时间就去变化了 你红法的人 看护法 脾气不好 你就常常批评了 那这个因缘就待不了太久了 我都有观察过 这个护法真的一心扶持正法 他就是脾气不好 可是红法的人 没有看到他可贵的地方 被批评一句了 心里耿耿于怀了 放在心上了 甚至会去批评了 那这个缘就不能长久了 其实这个对红法的人来讲 他的福报折掉了 因为你求备于一人 刻薄了 现在要去找到 真正知道正法重要 又全心全意赴死的人 这可不好找 你能遇到了 那是福报 可是你心量不大 没有念他的恩 只记那些不好了 这个福就折损掉了 成德观察 红法的人没有学到 老和尚对待寒馆长这个态度 福报会越来越折损 所以老和尚的这些表演 我们不能忽略掉 不然这红法的路走不通 这个了凡先生 在了凡视讯里面 有提到 顺在雷者 顺到了雷者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人互相争夺 好的位置 素王没有批评他们 自己去礼浪 看到礼浪的人 赞参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之欲失眠 一年的时间 这个地方都互相礼让 所以以顺之明则 顺有智慧 有德行 岂不能以一言交众人哉 他可以用言语来教导大家 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 此良功苦行也 用心良苦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后的人 处理人事问题 没有他的地位 也没有他的智慧的话 那怎么办 可以效法他老人家的身教 而了凡先生 陈德觉得他非常有智慧 他以我们的祖先的这个榜样 拉到了末法时期来 末法时期 人际关系要处好 可不简单 不简单 那了凡先生说 无辈我们这些同辈 同伦处末世 就是末法时期 物以己之常盖人 物以己之善行人 物以己之多能困人 不能以你的才华 你付出的比较多 去压别人 人的善根是被感动出来的 不是被要求出来的 比方说我发心了 你也要发心了 这个不妥当的 你这个是给人家压力 不是真正让人发起 很自然的发心出来了 包含这个 你之前发过愿了 现在不能退 我感觉这样讲话 都不是很妥当的 你想一想 这个人听完之后 他可能就躲着你了 所以老阿上为什么常说 放下控制的念头 不要给人家压力 这也是老阿上给我们的学住 都让所有清静他的人 如沐春风 收敛才智 若无若虚 自己不要去压到人 哪怕你有功劳了 让功于众 见人过失 见人家有错了 寒荣而掩父之 包容 给他台阶下 不要让他难堪 一则令其可改 一则令其有所顾忌 不敢重 你给人家留面子 人家会感受得到 他那个惭愧不好的 不好意思是自发出来 这个溃之 小人可使为君子 你去激怒他 激之 君子可使为小人 我们要懂得人心 古人这些处事 他都是通达人情事理 见人有为常可取 小善可路 翻然舍己而从之 成人之美 随喜功德 且为厌称而广述之 就是道人善 赞叹他的优点 这个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 家人的不好 知智不提 这个常理举药也是提醒了 家丑不可外扬 其实一个人在讲自己家里的不好 你说人家会尊重他吗 那这样做不是自取其辱了吗 让人家看笑话 我们都在学习 大家都有不足 我们都只讲好 来善善家人的好 结果这个话传回来家里的人 耳朵里面 他心里想 我还有好多不足 你看我太太都没有批评 都是讲我的好 他会感动 他会觉得 哎呀 我不表现好一点 对不起太太的欣赏 就是把人的善根很自然 涌发出来 洋人恶即是恶了 你讲家人的不好 传回他的耳朵里 那他铁定很不舒服 很难受了 那家人之间的隔阂不就越来越厉害了 家庭如此 团体亦如是 所以我们看 韩馆场脾气很大 你看人家老和尚 都是赞叹 都只寄他最可贵的地方 那真的是很难的 不是难一个月 也不是难两个月 好多年耶 十多年了 那个华藏图书馆才成立起来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效法 老和尚只念人家的恩 念恩 望愿 那我们每个团体都很厚道 都很有人情味 人家到团体里面来都觉得很温暖 假如我们没有效法 假如我们没有效法老和尚 那可能接触我们的人说 哎呀 这里都是非啊 不输鬼世间啊 那还得了 那我们不就有故事了吗 道场要清净我 才能护持大众的道心啊 我也曾经听人家批评 怎么你们犯的错误啊 人家一般的团体 也不会犯你们这么低级错误 人家肯跟我讲 我们要感谢人家 直言不会了 这个 我们这个弟子规 这些做人做事啊 不落实在办事当中 那我们办起事来 也不见得比世间的团体优秀啊 虽然我们一谈 凡所有相皆是虚望 这些大臣教理 一切法无所有必见空不可得 理都很会讲 但你做人做事要扎扎实实的去下功夫的 不然你办起事来 人家觉得荒腔走板 我看这个佛不能学了 我们这个佛是绝啊 绝要展现在哪儿 要展现在做人做事上啊 要展现在解决问题上面啊 所以承得犯的过失真的是太多了 供养大家引以为戒 为什么低级错误会犯呢 比方我曾经做领导 然后我就跟底下人说 这些事你们怎么都没有跟我说啊 他们说我们觉得你都知道啊 我说我不知道啊 你们怎么觉得我知道呢 他说老师啊 你每一次讲课啊 我们昨天发生的事 你今天就讲啊 我们觉得你什么都知道 你看 他们觉得我什么都知道 所以该给我讲的都没讲 结果我就犯低级错误 我当时做领导才三十出头啊 这些管理组织啊 这我也都不懂啊 文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啊 团体不能迷信的啊 当然会形成这种风气啊 那还是我的问题啊 我没有洞察到这些问题存在了 所以我跟同仁讲 他们都大我十岁了 二十几岁都有 我说你们可不要自废武功 你们在社会当中 那些经验还是很宝贵的 你还做过管理工作的 我们可不能一个讲课的人 讲了几堂课了 自我感觉良好啊 我什么都行啊 那可不行啊 那会变狂妄自大了 还要多请教有经验的人啊 树叶有专攻啊 闻道有先后啊 好 老和尚留了那么多风范给我们 这都是我们的福报啊 我们得好好珍惜啊 好好效法 洋人恶即是恶 宣扬别人的过恶 那就等于自己造恶一样了 极之甚或且做 就是过分的争恶他人 可能就会招来不必要的灾祸 这个也是有论语的典故 弟子规里面很多句子都是来自于十三经的 不能小看的他觉得就是一个小孩读的书 他这些典故都是从十三经里面来的 论语里面有提到啊 好勇极贫乱也 一个人的性格啊 很好勇猛 可是呢 他不喜欢贫穷 你看这个人很勇猛啊 然后又不喜欢贫穷啊 他很容易会作乱 因为他有勇嘛 他找机会作乱 你看在国家比较衰落的时候啊 这些人就会起来造反了 你看李志成 张献忠 张献忠就是这个浩勇极贫这种人 人而不仁 极之以甚乱也 就是他这个人已经失去人心了 他会作恶的人 他会作恶的人 你又过分的厌恶他 使他很记恨的话 他就会被激怒的变本加厉啊 然后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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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极之以甚 他这种人你还厌恶他 他就记恨在心中了 结果后来他作乱了 比方说攻下一个城池啊 他就砍女人的脚 因为那个女人可能做了一个动作啊 让她很不高兴 他就砍女人的脚 就是那种报复心啊 很强 所以这个历史当中也是提醒我们 面对这个作恶之人 不要去激怒他 要能去感化他 这个在我们这个处事里面也是很重要 老和尚也常常饮 这个无量寿经的句子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书无怪也 他的父母 他的前辈 祖先人没有教他 不要去责怪任何人 我们是处在传统文化断了几代的一个状况 其实中华儿女这样的姻缘身份 却不能接上五千年的文明 这个是很不幸的事情 所以我们应该怜悯所有还没有学到的人 不应该去指责 不应该跟他对立 好 今天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